話還沒說完 噓聲不斷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到搖擺州喬治亞州造勢 被反正抗議人士打斷陷入尷尬 趕緊重申正努力推動加薩停火 同時在端出經濟牛肉 特別到市區餐廳走一圈 表示下週將針對中小及新創企業推出減稅方案 賀錦麗首次接受電視專訪也猛打經濟牌 重提先前提出的振興中產階級 育兒抵稅 買房補貼 限制烘台物價等政策 還對共和黨遞出橄欖枝 稱願意延攬跨黨派人士入閣 賀華佩首場專訪 表現中規中矩 眼看近期民調被激起直追 川普也急了 只說一旦當選 市管嬰兒費用由政府買單 明顯想拉攏女性選票 但市管嬰兒療程所費不資 川普沒有細說如何推動 恐怕只是空談 根據路透社易普索最新民調 賀錦麗以目前45%的支持度擴大領先 川普的41% 但在關鍵搖擺州還是些微落後 川普兩個百分點 選情仍充滿變數 近新聞王傑呂家涵報導 大賊近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為了 為了 敬善敬美 敬善敬美